如果找一套所有的角色集合在一起 大急BATTLE 這個很大意 這個又挺好玩 但這個一定是喜劇 我覺得如果我握一把刀 跟著劈小綠子 然後挺好笑 以前有什麼角色你想再演 我覺得任何角色再演一次 一定要不同 你叫我現在做回小綠子 做回火魔龍蟲送東洋 可能未必是以前的感覺 真的不像 所以又不想太多 因為不同時間 不同階段 不同階段會有不同的東西 因為你的人生的經驗 或者你的經歷 或者社會 或者世界 一直在變的時候 我相信每個人都會變 每個人都會變的時候 你今天去做那個角色 和明天去做那個同一個角色 可能已經不同 這個也是那個趣味 我相信每個人都想舒服的 有誰說我想辛苦的 不可能的 但是 自己是比較白厭一點 什麼都想 試多一點 做多一點 或者是一條命 辛苦的 你不能停的 你不可以這樣 其實我很大的目的 都是希望可以跟很多不同的人 合作 雖然我其實在離開TV之前 其實我都是經常在外面做的 基本上 都接觸了很多 但是始終都是有一些 可能是有一些 合作 有些地方我都不能夠合作 或者是有些人 變成了令到有很多人 未必可以合作 現在任何人都可以去合作 任何地方都可以合作 變成了一個 對我來說已經很大的得著 首先我覺得 我接給我的時候 我覺得很新鮮 因為整個班底 基本上我都沒有合作 就算有以前公司的同事 都是沒有什麼合作 整個戲是又充滿 除了漫畫之外 是電影感 變成了 又是另一種感覺 跟我以前拍的劇 會有些不同 跟他們亦都是合作愉快 我覺得是有火花 大部分都是年輕人 基本上全部都是年輕人 整個製作班底都是比較年輕的 我覺得他們很有能力 所以我覺得是挺好玩的 這個角色 他叫葉蓋天 聽名字都好像很厲害 跟他兒子的關係 背負了他會覺得虧欠了兒子 變成他內在有很多 充滿矛盾 或者一些不為人知的東西 當你發覺你之前是有問題的時候 亦都可能會帶給下一代有問題的時候 你的那種掙扎究竟是怎樣 你背負了他是什麼 他想承繼江湖 你想想我怎樣 江湖當然是腥風血雨 如果你的兒子說我要當老頭 完成大業 那怎麼辦 當然都是新鮮 我沒試過這麼大的兒子 因為其實我不是很熟悉他 第一天來我說什麼事 說這麼多人在外面 是不是有記者招待會呢 原來不是 是他的粉絲 我很久沒見過偶像 可以去到哪裡都有一群這麼大群的粉絲 跟他合作之後 我覺得他又很乖 其實他也不是爆出來 因為他都要過五關斬六仗 才去到這樣的 雖然說很短時間 不是很長的時間 現在在我們的圈裡面 但他也不是說就這樣走出來就是 都經過有少少磨練 他也很聰明 很乖 現在他如果保持這件事的時候 他可以時間慢慢給他 然後環境繼續配合給他 我覺得他當然是一個可造之材 如果要想的話 就是想不到他是一個喜劇 咦 咦咦 當然是這樣的 因為你看到我演喜劇台是少的 出唱片吧 立刻笑 我說笑而已 有人這麼夠膽的我就試 觀眾又肯聽的我就試 沒有戒限的 不知道 你也覺得有想唱的 有 當然你看什麼歌 你說我愛你愛到死 我就不知道會不會唱 沒有 你選什麼歌 在我 內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